最後一集真的是難度非常高 也不能太苛責他 對 今天 38 分的表現 已經到點了 時間已經到點了 Washburn 最後對方是一個縮小的區域 就是不讓他往裡面打 沒錯 而且他這一次的投籃 真的是難度非常的高 哇 被逼著 他需要在油漆區外面 做一個翻身的後仰跳投 今天Washburn真的是拼盡全力了 真的拼盡全力了 看到他這麼傷心了 我們也覺得在場邊很不忍心 因為Washburn今天是全隊表現最出色的球員 這毫無疑問 沒有錯 他不只在內線提供火力以外 他防守端也爭取了很多的一些 防守籃板 甚至有火鍋的一些表現 那今天最後一集真的是難度非常高 也不能太苛責他 對 今天38分的表現已經是付出了權力 艾爾斯上去一把把他抱進懷裡 球隊吞下九連敗 那當然更重要的就是說 他這一集其實是有幫球隊吐下這段時間的怨氣 對 而且整體的領航員在上半場 雖然他落後很多的分數 但是下半場他保持他應該有的韌性 我覺得還是要回去再多做一些檢討 然後看看下一場是不是能夠讓球隊回到正確的軌道上面 對 這是我播了這麼多籃球賽 除了高中的比賽之外 第一次看到有球員在輸球的時候哭得這麼難過的 那上一個可能就是大B 在去年季後賽面對勇士隊的時候 對 當時他也蠻難過的離開了球場 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Washburn留下了英雄淚 因為確實整個隊他們在這段期間經歷過了很多連敗 所以他們很想要踢球隊贏下來每場球 對 難免有一些情緒 但今天國王隊的情緒其實也蠻多的 在場邊我們訪問到的小胖 小胖 好